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年底的选情 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前议员罗志强2号的时候 就表示说会慎重考虑参选总统 今天还正式发布了总统宣言 表示说要废除述发布严惩政治洋网军 更要导正民主开倒车这样的现象 发文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就已经被一万名网友按赞 引发热烈的回响 很多网友就说会表态支持 也有网友直言说台湾的是非观念 整个都被民进党的网军给玩掉了 而为了下一代一定会力挺他 而这次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在桃园的这一局选战呢 现在前立委郭正亮他做出一个这样子的爆料分析了 他提出了两个最新的民调 分别是桃园市长的民调 还有台北市长的民调 好 郭正亮他就说了 其实呢在桃园这一局 蓝绿两党追得很紧就表示说 现在张善政他认为他的竞选风格要改一改了 因为声量真的太低了 那么北市的这一局呢 他也说蓝绿两党是比较接近的 不过他也大算说这个陈时中 他之前的这个公厕的宣传有点怪怪的 他说呢如果不要乱爬厕所 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黄山沙民调超过20%的话 选举结果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焦灼的 而他也认为说蔡总统应该要琢磨在选情比较接近的这些选区 集中火力的来布局才会比较有用的 而民进党他就在这个选前呢 做出一个大动作的整肃了 包括有26个人被认定是违纪参选 通通开除了其中有前立委 这个郑宝欣还有桃源市第二选区的这个吴敬昌 不过呢他现在要参选的本来是代表民进党 但现在被开除了他的党籍之后呢 就变成改为批蓝袍要来出征了 好不过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蔡总统现在指定郑运鹏要参选桃源 那么前立委郑宝欣也宣布说要参选 但却遭到民进党开除党籍 郑宝欣就痛批说民进党搞密室政治的威权体制 自己都没被摸头就被砍头 他也呼吁新党外运动 要让民主革命破除维权 民进党没经过初选 直接由蔡英文点名郑运鹏接棒选桃源 也参选的民进党元老郑宝欣 不但被绿网军骂反骨 还遭到民进党中评会开除党籍 郑宝欣喊话民进党高层要正面对决 如果开除我的话 表示这个去吃官苗宫 就是被骂白骨的人 被一个鬼咒的人开除 郑宝欣经报有人找他交换条件换退选 但他没妥协 我当然我如果留下来 当然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客家人就是应景精神 就是不被摸头 也不怕被砍头 不要摸没有办法摸头 就来砍我的头 郑宝欣说民进党已经彻底背离初衷 他将积极推动新党外运动 新党外的精神 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二次革命 当危险体制再起 当密室协商再起 当指定接班人再起 那么就是民主的革命 就是人民的义务 老民进党人讽刺 过去民进党的百花齐放 如今剩一人独裁 党主席简直像慈禧太后 郑宝欣敲醒民进党警钟 当中道力量开始觉醒 当权者恐怕得小心民意反扑 记者张正明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中秋节下一个廉价是国庆廉价 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 但是现在国庆的主视觉提前曝光了 却让很多的朋友们感觉不太满意 这样的主视觉你满意吗 你觉得他有设计出中华民国的元素 或者是有国旗的元素吗 欢迎在聊天室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呢这一张是这个 现在公布的国庆主视觉是写上 首土为国你我同行 可是呢他的颜色完全跟国旗的颜色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也看不到任何中华民国的元素 当然了现在网络上就有份的这个最新民调的 当然不喜欢的是多达了1330票 只有70个人喜欢 当然这比例可以说是非常的悬殊 网友就炮轰了 有一些点认为说蔡政府做得不太好 认为蔡政府可以说是没救了 国庆主视觉怎么会做成这样 因为蔡政府不是一向都以自己是这个文青文宣上 做得非常的精美 围绕吗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国庆主视觉好像 没什么重点 认为说这个国旗颜色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外包的设计好像不太用心 也不认为说这个图案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好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欢迎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而我们就需要来看到的是北市候选人的选战 现在有12个人登记参选 不过当然了声量最高的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三个人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在这个选民的特色到底是谁最在乎里头 这些候选人最大的特色是谁是选民最看重的呢 好当然施政魄力当然是选民最看重的超过了五成 另外证件内容大家还是想要知道你端出来的牛肉是什么吗 我们选民有办法因为新的市长的上任 我们可以受惠到的是什么 所以证件内容还有施政魄力是选民最在乎的参选人的特色 好北市长的选战现在倒数了国民党的台北市长 参选人蒋万安也特地到北投这边来参拜 扫街拜票 带您来关心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今天特别深入的绿营票仓 来到了北投市场来扫街拜票 而谈到了对手陈时中呢 针对相关像是疫苗 甚至竞选团队的种种争议 蒋万安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其实我很惊讶为什么陈时中对于他的竞选团队被公布 要气得跳脚 这到底有什么样不可告人 或者他对他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 其实我的团队之前也被媒体揭露过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供外界公平检视 我觉得这个陈时中不管是疫苗采购合约要封存30年 还有包括我们发现高端疫苗的效力 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这些就是陈时中他所讲的公开透明 却是黑箱作业要涂黑遮盖 掩盖相关的事实 所以我想接下来 大家就是好好的端出市政牛肉 让市民检视 蒋万提到像是这一次的这个高端的疫苗争议 还有到这个疫苗封存30年 陈时中始终都不交代清楚 甚至连自己的竞选团队相关的一些这个绿二代的这个部分 他也没有办法说明 甚至还急跳脚批评说 这是在做一些所谓的侦查的动作 让外界相当的无法理解 而针对陈时中批评他关于长照政策的政见 蒋万也认为说他并不是门外汉 他是觉得说这一次的长照相关的政策 没有办法好好落实 陈时中才是应该是被究责的对象 而其实呢 蒋万刚刚在扫街的时候 可以看到人性不差 有许多摊商跟这个买菜的民众 都纷纷的想要跟他来合照来合影 或许蒋万在这一次的台北市场选战当中 尤其是桑卡都的局面之下 也是有机会在深入这个绿营的票仓 抢到一些票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对于这个国庆主视觉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看到的呢 像是说这个 有人就说呢 看不出是什么国的国庆 这是Joe Chen的说法 还有红荣红就说 真的很像万花筒 真的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像 还有人说跟雪碎的隧道的灯光有一点像 还有人说到底是在设计哪一国的国庆呢 Andy Trump就说这是小吃店设计的吗 狂算一番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 这是蒋万安 他昨天就拜会了基督长老教会在请议 下午是出席演艺工会的座谈会 请听演艺人员的新声 要抢攻的是蓝绿光谱两端的选票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现在有爆料说 黄珊珊曾经有意要找民进党的新竹市长 参选人沈慧宏 要接替台北市副市长一职 蒋万安就说不要否认了 但是呢 黄珊珊现在也不忍了 痛批不要再政治操作 出席演艺工会的座谈会 倾听演艺人员新声 讲完抢攻各方票源不留一例 一整天横跨两个政治光谱 还拜会基督长老教会请议 想要展现自己没有颜色魅力 我看他的形象 我们台北的未来不是梦这一块 年轻这一块 我们很需要他来领导 把他做到整个我们台湾 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一块 这个首都把他插亮这一块 使他未来会更好 我想这是我个人对他的期待 蒋万安到绿营大本营想票 第一点就选在自己的进总会面 步步为营 但江亚廷被问到说 会不会支持蒋万安却一度语色 我们其实宗教他们一直以来都 维持一个客观 而且希望强调的是 不分党派颜色 不分党派颜色 但是蓝绿各自操作 气饱而喻 民进党立院党团 总召科技民旧爆料说 黄珊珊曾经有意找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接替台北市副市长一职 诚信是民众对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 其实是不是有找沈慧宏当副市长说明清楚就好 那其实选举只是一时的 过去所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也不需要否认 副市长的职权是市长决定 不是我黄珊珊可以决定的 我不知道柯总在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 沈慧宏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像王世间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朋友就是朋友 朋友是没有颜色的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人家贴标签 不要把我没说过的话扎在我的头上 杰力反驳自己没有说过 语气略显生气 痛批不要政治操作贴标签 面对蓝绿围攻 前理委郭正亮分析说 这波操作就是因为对手担心 黄珊珊的仇恨值太低 没有记保 是互相在抢票 我觉得绿的目前的策略就是打柯文哲 因为他知道绿的人不喜欢柯文哲 你打黄珊珊没用 因为黄珊珊的仇恨值很低 我认为蒋万跟黄珊珊的区隔 已经非常明显 前绿应想要操作拉黄打奖 没有发挥作用 这时候蓝音也频频出招 把黄珊珊比喻成小英女孩跟变色龙 黄珊珊这回还得接招对手一条龙式的攻击 抢攻选票 汽水保谁不到最后关头还没有到端上台面的时机 谢谢余佳豪 佳佳豪 台北大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保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几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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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